享誉國內外的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今年將從大年初四起舉辦三場天燈施放活動 這次以收集民眾的指印為主題 邀請大家用指印為天燈塗上色彩 即將邁入第18個年頭的平溪天燈節 屢次受到國際媒體的肯定 不僅被交通部評選為台灣觀光年曆 更被美國CNN推薦為世界上52件 值得參與的年度新鮮事 今年天燈節將會從大年初四開始舉辦三場活動 那麼今年我們的平溪天燈節在春節我們有三場 2月11號 2月12號 2月14號 還有一個2月22號 所以我們歡迎各位好朋友 你大家都把你最親愛的家人 朋友 情人 都能夠帶到死生必有的我們平溪天燈 來參加這個活動 今年新北市府邀請換照環遊世界的台灣小女孩 請請來當活動代言人 以及療癒系插畫家克里斯多 為首場活動會自指印天燈 要帶給大家溫暖幸福的視覺感受 因為這邊有稍微被切掉一點點 就是完整的部分是很多天燈變成一個愛心 會聚成愛心的形狀一起升空 然後主要是希望 因為平溪天燈的感覺就是一種希望 然後在黑夜中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所以就是結合了這些甜蜜蜜還有溫暖 希望帶給大家一個 就是在一個春節一開始一個新年一開始的時候 帶給大家一個很全新 然後一起在起飛的整體很棒的感覺 今年的天燈施放氛圍三場 有募集大小朋友指印的童趣天燈 情侶夫妻的星星相應天燈 以及號召世界各地美照的環遊世界天燈 想要參加的民眾可以上平溪天燈節的網站查詢 記者蘇宏傑新北市採訪報導